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限动电台,我是张栋梁 无限超越班倒数第二期啦 我们来到了最后的终极影视化面试阶段 那你们也看到节目里面就是监制老师们的最开始 有给自己的剧选了一个固定的人选 哎呀,我没被选上 没事 那然后就是其他就是到我们可以返选了嘛 那其实我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就是看看老师嘛 就是还没合作过的想合作的老师 然后再看看剧目 那我第一所听就觉得 哎,好像我还没有很认真的 很正规的跟好雷老师的任何一个影视化合作过 所以第一选择就是想说我想跟好雷老师试试看 那后来知道它是一个专属定制嘛 没有太多的内容 但是大概知道就是一个专属定制的剧目这样 那想说无所谓什么剧目啦 反正就想说最后一趟了呢 想跟好的老师合作看看 所以心里面其实就知道我待会就是会直奔 那我想说我就当下就很直接想到分享一首歌 那就是可能大家没有这么熟悉 但是是在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长假当中的一首歌 那叫年华 其实那天状态没有很好 因为那天天气很冷 然后也就是节目也拍了一整天 然后那天不是也在外面跑了一下吗 然后进来也有点兴奋也有点小喘 然后就唱了年华这个歌 但我觉得年华这个歌它也不是炫技的歌 它就是一个很走心的歌 然后我是有说了这是一首写给歌迷的一封信 其实应该正确来说应该算是写给自己跟所有爱我的人 那当然包括歌迷的一封信吧 那当时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感触挺多的 那每一次在唱这首歌感触也挺多的 很常在演唱会啊 或是认真唱这首歌的表演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就是会那破防 对所以可见这首歌对我的影响力是挺大的 我就不具体解释说这首歌是什么 其实歌词也写了 那其实歌曲想传达的情绪啊什么 我觉得其实都挺明显了 那就是懂的人就懂吧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创作的有趣的地方 所以对那我就唱这首歌 然后好人老师就说好啊那你留下吧 我就哦就这样吧 那就搬了这张凳子就坐下来了呀 那下来我就是跟着大葱还有郝雷姐 就是看着所有人进来 然后去呈现他们的才艺 试图想要说服郝雷姐 那这中间当然很多人进进出出嘛 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季凌晨啦 你们看电视看播出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很可爱呢 我就坐在那里 现场见证这段表演 我真的觉得他太可爱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跟他说 你那个表演肯定出圈啊 怎么说呢 也不是说唱得好不好或者是跳得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是他的那个信念感 你知道吗 还有他这个人的一个魅力吧 我觉得跟他的一种自信 不然我是挺喜欢季凌晨的 我也觉得他那天的那段表演是可爱的 是吧 但是后来当然是因为郝雷姐的这个专属定制的故事情节 然后他想找的人 那后来确定的就是惠子和洛洛嘛 对那中间当然发生我们去抢人啊 然后去帮好那届争取他想要的学院 当然就是惠子了 很成功的把惠子要了下来 然后加上罗罗我们这一组就定了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一组 这个专属定制 那可以透露一点点的东西给大家 那就是我们这个剧目呢 会唱歌 哈哈哈哈 惊不惊喜 惊不惊愤 那关于终极影视话会怎么样呈现呢 那大家一定要锁定这周六节目的播出啦 无限超一半的最后一集了 哇 真的好快哦 感觉那时候才禁锁 然后现在就已经播出最后一集了 嗯 我觉得最后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感受吧 但是还是谢谢一路支持我们节目 从开始到现在呢 然后 我还真的挺开心的这次节目的录制 认识的新朋友啊 学到的新东西啊 尝试的新角色啊 挺开心的 好 今天节目最后呢 一样又是跟大家一起听歌的时候啦 那这一期节目 我不是唱了年华这首歌吗 那也说了 就是收入在我应该有十年了吧 那也是我个人自己比较偏心的 钟爱的一张专辑叫长假 这张EP里面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另外一首歌 那也是我每一次 演唱会都一定会唱的 或是音乐前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 很有行进过程的歌 然后 我觉得是很有力量的 真没有如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也认为这首歌 演唱会都一定会唱的 繁忙的大街 没表情的脸 我活在今天 跟回忆缠绵 迷路的少年 已经不再抱怨 爱情像一只蝴蝶 一只蝴蝶 脆弱却让人想念 它总是忽隐忽邪 我心中的花园 像昨天高点 跟伤口痕结 别哭丧着脸 我不再扮演 青春的少年 你也不必留恋 走过不安的岁月 牺牺牲多少的睡眠 终于对快乐不再 贪得无言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换另一种生活 有什么结果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没有坦靠星座 会不会落空 只能放手一搏 游记的地铁 多少梦浮现 多少梦幻灭 喜欢去海边 愁浪的笑蝶 总算学会妥协 扑上打牙的谎言 微笑迎对着敷衍 终于学会用温柔 对抗世界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比如说 幻灵一种生活 有什么结果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没有参考星座 会不会落空 会不会落空 偶尔挂念 那些深夜 理想很远 理想很远 怎么实现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重新让你选过 你会选择 你会选什么 人生没有如果 你会选什么 比如说 没有参考星座 会不会落空 只能放上一波 好 那下周就是 无限超越班的收官集啦 那也会是 无限电台的 暂时的最后一集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